大家好,我是Livin Sk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每年富货节前的一两个礼拜 超市的红薯就会大降价,今年也不例外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做一个快速烤红薯 今天我要用到的烤盘是大概的 类似于一个椭圆形的汤锅 不过它的底盘是凹凸不平的 这样要烤的食材和底盘之间会留下空隙 帮助热传导,使食物快速烤熟 盖子可以防止水分蒸发 也可以防止将烤箱愣脏 红薯烤之前一定要将外皮洗干净 放进烤盘中 烤红薯不能切开烤 即使红薯上有一些疤痕也不能消掉 否则红薯中的糖浆都会从刀口流失 红薯怎么放都行 前提是盖子能够盖岩石 375华氏度烤45分钟 不需要提前预热 关掉电源后等烤箱冷却之后再将红薯拿出 烤盘中会有一些液体 那是从红薯两头流出来的糖浆 糖浆是可以吃的 用来做点心或者当做糖使用都可以 这个烤红薯的水分含量比较大 又香又甜 入嘴就化 如果想要水分少一点的话 可以打开盖多烤15分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